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给我说 我们一起商量 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我真的感觉我好对不起你 这种感觉你是不懂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才是真的搞不懂 我好累 我真的好累 好了别在这里躺着了 快去床上睡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 嗯 快去睡吧 待会面煮好了再叫你 孟岚 小发她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和你等那么久 她也真是的 去哪里也不跟你说一声 她昨天在门口睡了一个晚上 我是今天开门才发现的 她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她这个人了 好了 孟岚 你也别想那么多走 我们煮早餐吃去 嗯 唐姐 你先吃 我先端一碗去给小发 好 你端过去赶紧过来吃 待会面条都存佗了 好 小发 快起来吃面条了 妈 你就给我滚 滚吃这个家 嘴就走 我也说过你这张粘嘴了 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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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么了 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小妹出去几天了 都还没回来 别担心她都那么大一个人了 做什么事情她自己会把握的 她做事情总是着急忙慌的 我怕她会出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她都说了要在妹夫家好好带孩子 当初妹夫那样对她 现在又突然把她叫回去 我担心有什么事 再怎么样也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你就不要操心那么多了 我也希望她过得好好的 但是她那个脾气啊 我怕到时候吃亏 小妹那个人啊 我们好好给她说她是听不进去的 她只会当耳边疯 她那个性格啊 做什么事情一点都不稳重 总是急急着着的 管她的 好好给她说她不听以后吃亏了才知道 但是我想着吧 妹夫当初那么过分也没来我们家给小妹道歉 我们作为娘家人得给她撑腰吧 不然她以后还会对小妹不好 小妹也真是的 去了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以后有她好苦头吃 不好意思啊 我回来了 堂姐你又在说我 都说了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堂姐又没说你什么 小妹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去了这么久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又没什么事 打什么电话 你和妹夫怎么样了 挺好的 她都给我道歉了 叫我回去带孩子 她出去打工 那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呢 还商量什么 再说了 她都已经给我道歉了 你忘记了 当初她是怎么对你的吗 这么快就好了 三八忘了 堂啊 她都给我跪下认错了 我当然就原谅她了 哟 你舍得回来了 啊 小发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让我怎么好好说 每次她翻了车就跑 现在还有一点回来 我就知道我一回来 你就要不分清我照白的说我 我不分清我照白 那你当时早上堂姐为什么要跑呢 你能不能别把话说这么难听啊 我是真辣光明走的 哪里跑了 你自己看看现在你自己 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 那你就别说闭嘴啊 简直是有缘不尽 赶紧去给你堂姐道歉 你怎么知道我没道过歉啊 我就不到 哎呀 小发 你就少说两句吧 还是我二嫂明示你 你二嫂关着你 我可不关着你 你就说今天你道不道歉 我今天就不道歉 你能怎么样 妈 你就给我滚 滚住这个家 嘴就走 我也说过你这张粘嘴了 小发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一人让一步不就好了吗 管她的 让她走 从今往后我们有这个妹妹 走就走 我走了以后别求着我回来 小妹 哎呀 小发 我说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好好说 非要弄到这种地步吗 随便她 不和你说了 我去送送她 你等一下 昨天我不是拿几百块给你吗 你拿去给她 她也不容易 这些我知道 那你怎么不轻松拿给她呢 刚才不是还吵得很厉害吗 现在知道担心她了 你就别说我了 赶紧拿去吧 待会她就走远了 好 我走了 你自己在这里反思 反思吧 小妹 你等一下 怎么了 二嫂 你今天别劝我了 谁来劝我都没有用的 我知道你要走 所以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只希望你以后和妹夫好好过日子 不要吵 不要闹 有什么话好好说 这些我知道 你们不用超线 过好你们自己的就行了 刚才你二哥说话有点重了 你别往心里去 管她的 我也不喜欢她的 我想和她拜扯什么了 反正以后眼不见心不凡 哎呀 别想那么多了 我这有点钱 你先拿着用 我不要 你们自己留着用 拿着吧 就当是我给团团圆圆的了 行嘛 二嫂 那我先走了 嗯 你就别送了 快回去吧 那你路上自己注意安全 知道了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感谢大家对孟兰的支持与陪伴 请不吝olo украї 我无论 吝啥